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博士说 郭先生说这个大选将以滑稽方式结束 是吧 然后前几天说这个中共某一派某家出手了 郭博士记得郭先生说过这话吗 是吧 对 记得 对 出手了 然后郭先生说将以滑稽结束 还透露说什么什么黄色的 是不是 赤瓶 郭先生直接说了黄色视频 很多人就在问 问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今天就透露那么一丁点东西给大家 之前我们说过91号文件 94号文件 伯伯是艾丽女士记得吧 是吧 对 对 记得 91号 94号文件 我们之前说过91号是谁 手上有 94号谁手上有 其中一个是文字版的 一个是视频版的 是吧 文字版的就材料嘛 视频版的就是硬盘嘛 所以我们这里说是硬盘啊 告诉大家啊 具细 具可靠的 过几天 大家会在啊 外媒啊 都会一个个见到 说江曾 江曾梦 江 大家知道是曾 知道是谁 梦 出手了 有三份重要的硬盘 已经到了司法部手上 本来是他们给司法部的 但是被司法部里面的啊 这个拜登这一派给按下来了 但是鬼使臣差啊 咱们爆料革命的战友啊 具体谁咱们就不说了 大家也 司法部 大家知道啊 然后把这个终于到了川普总统手上 很多人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说出来肯定让大家震惊啊 绝对震惊 大家收好心脏啊 把心脏先吃点 把这个心脏病的药啊 准备好 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这个东西啊 回头都可以验证的 咱们说的都是叫做站在今天啊 说未来 今天说未来的这个说未来 站在未来说历史啊 亨特拜登的这些东西啊 黄色饰品啊 这个 虐童饰品 一家一家的啊 这个 亨特拜登的啊 这个 就是 黄色的啊 极其黄的啊 可以说是啊 虐童的 极其让人看到完全就把中国人不当人的这个啊 这是谁拍的 中共拍的 中共拍的啊 仅是视频吗 仅是黄色吗 是不是 不止 不止 大家告诉大家啊 拜登跟啊 习王 就拜登之子啊 我说现在这所有的拜登都是拜登之子 签的一个秘密协议 里面 预付款 就 签协议就给了一百万啊 就小费 后面给了一千万 签设四十五亿美元 四十五亿美元啊 四十五亿美元 的利益 就是亨特拜登啊 这里面 真的是要救星完啊 我觉得我说到这时候我得 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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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一下 这个据说啊 这个 三个硬盘啊 一个硬盘啊 啊 刚才说的 拜登的 这个黄色的视频 钱啊 协议这个 啊 还有 双修 就像陈锋一样啊 里面还涉及到 就是哈萨克斯坦 这个拜登我说的是他儿子啊 哈萨特拜登 乌克兰的天然气啊 的相应的协议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一个硬盘 是习王 他们在海外的钱 以及相应的资料 啊 第二个硬盘 这两个硬盘啊 第一个硬盘 将曾孟加出手 直接把他先交到司法部啊 给美国司法部 并且还有一份据说啊 给到了佩洛西 据说给了佩洛西啊 很多时候为什么给佩洛西 他们 给佩洛西本来意图是 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有你 就是因为拜登嘛 是上次啊 在民主党的大会里头 明整个民主党 也要开始灭共了 大家口气很强硬了啊 然后他们着急了 就是我们一直支持你 就说白了 之前已经跟你签了一个东西 是吧 然后呢 这边 意思就是说啊 你看你别以为我们没你的东西啊 把东西给你 意思就是让你们 别忘了 就后面我有你的罪证 啊 你必须的赢大选 必须的赢 这是第一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赢这个大选 否则的话啊 第二 就是赢了以后 你还得听中共的 但是到司法部这里啊 听拜登的就把他按下来了 但是啊 据说啊 咱爆料革命的某位战友 把他弄到了 这个是江曾习啊 江曾梦 一箭双雕 一箭双雕啊 我告诉大家 就是 这里面啊 很多时候为什么一箭双雕 这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第二个硬盘是习王的 钱和资料 这一块 在美国的啊 在美国的所有的钱的布局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叫做什么 记不记得 建筑艺术项目 是不是啊 这个局呢 就是习王在做一个很大的局 这个局很大 这个 真的就是啊 远超过咱们的想象 这个局 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 不仅仅 是要把 是要 把14亿人啊 把联合国 真的是要把美国彻底 美国的总统啊 未来的 哪个总统 未来多少年以后的多少任总统 都是他们的 都是他们说了算 这个45亿美元合同 据说啊 就是牵扯到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的天然气啊等等 就是谁呢 就是那个叶简明啊 去做的 叶简明 那叶简明一回去啊 就直接把他灭 就把他抓了 就等于所有布这个局的人的 回去就抓了 这是习啊 习王他们操作的 这是这一块 还有另外一个是安邦啊 安邦也在不也在出手 在纽约这边布局 完成任务回去 照样也抓了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有多狠啊 为什么把这个弄出来 为什么他们手上有 那毫无疑问嘛 那个孟建筑管政法委这个口 他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想拿这个东西啊 拿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 两边要挟啊 江泽梦为什么要把这个硬盘啊 弄出来 说白了 说白了 就是啊 这个自保 并且 就告诉美国和中共勾兑的人 你看 习王都有你们手上的黑材料 意思就是 你们对准谁就行了啊 对准习王去 就你们之前跟胡啊 跟江时代的时候 这边对你们啊 都是这 真心对你们从来没有黑过你们啊 用过什么什么手段来对你们上手段 但是习王可以 大家知道啊 这个矛头就对准了习王 但是 这就阴差阳错啊 就到了 川普总统手上 当然了 很多人说 这个 他们有没有川普总统的那个 告诉大家 川普总统 肯定没有啊 因为 没有跟中共啊 有这个层面的勾兑 有的人说 会不影响 因为毕竟是拜登儿子 会不影响 拜登 那这个事情 那就看 选民们怎么看了 是吧 但是 这个里头 对拜登儿子这个事情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司法的事情了 里面还有 包括布伦伯格的事情 也全在里面 布伦伯格也在这个硬盘里头 都有 还有包括 生物武器的这个啊 第三个硬盘 第三个硬盘 都在里面 这三个硬盘 据说啊 到了川普总统手上 这些地方 那是 那是